中秋佳节将至 一般民众每年几乎都在住家或附近的小公园烤肉赏月 对于这样一层不变的景色 您是否感到厌倦了呢 今年我们将提供几个地点 既可以烤肉赏月 也可以欣赏到美丽的风景 足迹清水公园位于蒲子星沿岸 园内有艺术广场区 清水游戏区 烤肉红豆区等设施 园内的红井桥是国内跨距最长的两支柱吊桥 从墙上远望风景非常美丽 而许多想要烤肉的民众都因良好的环境慕名而来 因为这边空气很好 就是大家一起来玩 不会有被那种噪音干扰等等之类的 很适合大家一起来玩 东石渔港重新规划修建后 每逢假日总是吸引不少游客 尤其是东石渔人码头 是嘉义观光发展重地 该地设有清水沙滩 儿童游戏区等 提供给小家庭在家日与亲子同乐的好场所 这里哪里比较好 沙子 那下一次还要不要再来玩沙具 要 风景优美的蓝潭 到了夜晚 在皇屋公路上 眺望远方的灯光 可以看到整个嘉义市的夜景 抬眼就能欣赏到圆月 走到了蓝潭的装置艺术月影谈星 特别的设计 不仅吸引大家的目光 登上这座桥 还可以把蓝潭的风景记住眼里 眉不慎收的景致 相信在中秋时节 可以吸引到更多人潮前往此处 那来这边觉得现在改变这样 我们觉得很不错 中秋赏月考路已成为全民运动 但地点选择可以不只在住家庭院 选个视野加空气好的景点也很重要 中正义报记者 陈伟如许方针嘉义报导